他曾是战场上的超级杀手 皇家海军陆战队的高级军官 现如今虽年事已高 但永蒙不见当年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英国的犯罪片哈利布朗 一群长期盘踞在贫民窟附近的小混混 整天的违法乱截 搞得社区是无眼瘴气 一名新入伙的小混混 为了向组织证明自己的勇气 呛杀了一位无辜的单身母亲 俗话说恶有恶报 这几个小混混随后也被汽车给撞了 这件事很快就上了新闻了 住在贫民窟小公寓里的哈利布朗 曾是一位皇家海军陆战队的军官 现如今已经70多岁的哈利布朗 虽然年事已高 但精神头还是不错 他现在唯一放不下的就是住在医院里的老伴 哈利布朗所住的这个社区有一条地下通道 这条地下通道是附近小伙伙们违法乱纪的聚集地 哈利布朗每次前往医院看望老伴的时候 由于担心惹上麻烦 宁可绕一大圈 也不敢走那条更近的地下通道 哈利布朗的老伴已经尤尽能哭了 虽然还活着 但跟植物人没什么区别 哈利布朗的好朋友李大爷也住在这个贫民窟 对于社区小伙伙们的违法乱纪行为 他早就看不惯 他跟哈利布朗发牢骚 但哈利布朗劝他不要多管闲事 以免惹祸上身 这个社区里的小伙伙们非常的嚣张 干坏事从来都是明目张胆的 由于是贫民窟 警察也懒得管 一天深夜 哈利布朗一直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医院给他打来电话 说他的老伴只剩下最后一口气 让他赶快来医院一趟 如果哈利布朗经地下通道前往医院 还能见老伴最后一名 但通道里全都是小混伙 他不得已只好绕道 当他赶到医院的时候 得知他的老伴刚刚去世 哈利布朗唯一的消遣 就是和好朋友李大爷在鸡贼书的酒吧里下棋 但今天李大爷显得是心神不宁的 他告诉哈利布朗 他最近一直在被那些小混伙们欺负 他再也受不了了 李大爷说着从怀里掏出了一把军刀 哈利布朗劝李大爷千万不要冲动 有什么事可以报警 李大爷说那些警察根本就不管 晚上李大爷在家睡觉的时候 小混伙们在他的家门口放了把火 适可忍孰不可忍的 李大爷决定反击了 第二天一早 两名警官告诉了哈利布朗一个坏消息 他的老伙计李大爷昨晚上死在了地下通道里 哈利布朗说附近那些小混伙一直在欺负李大爷 估计是他们干的 老伴的去世 李大爷的惨死 哈利布朗的精神世界彻底崩塌了 警方经过调查 把几个涉嫌杀害李大爷的小混伙给抓走了 但审讯的过程非常不顺利 不管警察怎么未必理由 这帮小混伙死活都不肯承认 虽然种种迹象都能证明是这几个人干的 但苦于没有证据 警察也没什么好办法 晚上哈利布朗在酒吧里借酒交仇 喝得醉醺醺的 他在回家的路上遭到了一个小混伙的抢劫 俗话说行家伸身手便知有没有啊 哈利布朗只用了一招就把小混伙给干掉了 转过天 女警官来到了哈利布朗家 这次依然是个坏消息 警方在地下通道里找到了一把军刀 经确认是李大爷携带 所以那几个小混伙 极有可能被认为是出于自卫的误杀 而不是谋杀 听完女警官的话可把老爷子气得不轻 对哈利布朗来说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值得他留恋的 如果说还有什么放不下的 那就是还没有替李大爷讨回公告 他来到李大爷那个被焚烧殆尽的家 透过窗户玻璃看到了那帮无恶不作的小混伙 这时候刚好有一对情侣从地下通道经过 他们不仅遭到了小混合门的打劫 而且还被胖揍了一顿 看着这帮败类嚣张跋扈的样子 哈利布朗决定替天行道铲除这群毒瘤 当天晚上哈利布朗跟着一个毒贩来到了毒贩的窝点 说自己要买一把手枪 毒贩们非常的警惕 不停的试探着哈利布朗的来意 本来哈利布朗只想着买把枪就走 可等他进屋一看呢 发现沙发上还躺着一个咽咽一吸的女孩 哈利布朗希望毒贩能尽快把女孩送医院 但却遭到了毒贩的拒绝 在哈利布朗看来 这两个毒贩简直就是毫无人性的禽兽 社会的蛀虫人体的癌细胞 于是老爷子拿到枪之后 一不做二不休 七里咔嚓就把这两个毒贩给杀了 哈利布朗一把火烧了这个毒窩 然后开车把女孩送到了医院的门口 杀人放火对警察来说这可不是一件小案子 尤其是警方正准备针对贫民窟 组织一场大黑戳的行动 哈利布朗来到教堂 把毒贩的脏钱全都捐了出去 然后来到墓地 看望了自己的老伴和好朋友李大爷 天黑之后小混混门都出来了 哈利布朗也准备行动了 他透过窗户看到一个小混混上了一名大毒贩的车 哈利布朗一路跟踪大毒贩来到一屁警处 干掉大毒贩之后 哈利布朗绑架了这个小混混 经过刑讯逼供 小混混终于说了实话 哈利布朗从小混混的手机里发现了一条视频 视频上清晰的记录了李大爷当时被杀的过程 看着自己的好朋友被小混混们活活打死 哈利布朗的心都碎了 小混混求哈利布朗放过自己 说李大爷不是他杀的 随后哈利布朗压着小混混来到了地下通道 杀死李大爷的真正凶手狗胜此时正在地下通道里 经过一场枪战 哈利布朗首先击毙了两名小混混 狗胜一看大事不好 没头就跑了 哈利布朗急忙坠赶 但由于年事已高 往前跑了没多远就倒在了地上 哈利布朗被人送到了医院 女警官和同事来到病房 想打听一下地下通道被打死的那两个小混混的情况 但哈利布朗表示自己是一无所知 女警官在哈利布朗的外套上 闻到了子弹的火药味 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上司 他怀疑那两名小混混是被哈利布朗给看到了 但上司却觉得 一个70多岁患有废气肿的老人干不住这种事 警方的打黑除恶行动开始了 一些罪大恶极的惯犯很快就被抓了 回过时的小混混们开始了反击 街道上顿时是狼言刺起 砖头瓦快在空中乱飞 哈利布朗醒来之后 不顾医生的反对 毅然决然的离开了医院 哈利布朗回到战火纷飞的家里 从地板下面取出了手枪 开始寻找漏网之余狗生 而与此同时 得知哈利布朗擅自出院的女警官和同事也来到了贫民窟 女警官已经猜到哈利布朗是回来杀狗生 不过他们刚一到这里就被小混混给袭击了 男警官伤势严重 把男警官弄到了鸡贼叔的酒吧里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哈利布朗从女警官的嘴里得知 开酒吧的鸡贼叔居然是小混混狗生的亲叔叔 哈利布朗端着墙来到酒吧的二楼 质问狗生在什么地方 鸡贼叔没办法 只好让藏在这里的狗生出来了 此时的哈利布朗由于身体虚弱已经快支撑不住了 鸡贼叔趁机夺过哈利布朗的墙 然后开始对老爷子是拳打脚踢了 女警官刚准备呼叫支援 又被狗生给踪蹦圈了 对于狗生闯下的祸 鸡贼叔也是气得浑身发抖 但生气归生气 狗生毕竟是自己的亲侄子 为了防止走漏风声 他决定把屋里的这三位全都干掉 然后把尸体扔到街上 造成一种在暴乱中死去的假象 说干就干 鸡贼叔首先弄死了男警察 当狗生准备掐死女警察的时候 苏醒过来的哈利布朗用备用枪打死了狗生 鸡贼叔打伤哈利布朗之后就准备杀人灭口 可就在这个时候 酒吧外面的警察已经瞄准了他 生无可恋 一心求死的哈利布朗 希望鸡贼叔能送自己一程 看哈利布朗说的这么诚恳 这鸡贼叔也不好意思拒绝 可还没等他开枪呢 外面的警察就把他给毙了 警方的这次行动非常成功 受到了上级的下降 至于那些说小混混们是被哈利布朗干掉的传言 警方都予以否认 看着台上领导们的夸夸其谈 实在听不些句的女警官站起身离开了 如果警方能够早点展开行动 那么很多悲剧就不会发生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鸭警 大爷千万不能惹 不然就是在玩火 因为一旦被盯上 想躲你都没地儿躲